2012的版本跟那个旧版还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它下面这个工具列 旧的版本是上面会有字 可是新的版本只有图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下面的这些 也把它变成像有字出来的话 可以相容于2008以前的版本的话 请你在这上面按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会有个什么呢 它预设那个使用图示 是有什么样呢 有打勾对不对 请你把这个使用图示有打勾的地方 请你把它取消掉 把它点掉 点掉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下面的部分本来是图的 就会变成什么 就会变成字 字会比较清楚 因为旧版都是字 比如说里面的话有所谓的什么呢 有按下去的包含什么?隔线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希望有隔线的话 你就把隔线点掉 本来有隔线对不对 隔线就不见了 OK 那另外现在有按下去像极坐标 极坐标是有按下去的 就会有极坐标 如果你今天切换到正交 你会发现 极坐标跟正交是只有二选一 那所谓的正交跟极坐标有什么差别? 其实正交主要就是只能够有上下左右四个方向 所以如果说你点了正交之后 它就只能有正方向,0度,90度,180,270,就是只有四个方向 上下左右 那如果极坐标的话就可以很多个角度了 OK 所以基本上我的习惯会用那个极坐标 那你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切换到正交 那这个部分等一下会再做说明 另外呢,锁点的部分,物件锁点,那什么叫物件锁点呢? 这个就是,如果你今天要画图,如果你不知道要锁哪一点的话 你会有很容易会画错图 所以各位可以在物件锁点上方按右键之后 按右键,特别是按右键之后 它会出现什么呢? 这个你要锁定哪一些点 那所谓锁定哪一些点 目前有按下去像什么? 端点,有没有? 端点的部分呢?是有被怎么样呢?被按下去的 也就是说你按下去将来呢,你在画图的时候 端点才会显示出来 如果你这个端点没有按下去的话 那它端点就不能锁,就锁不住 锁不住的话,你将来就会可能会点到别的点 那点到别的点也许有可能就会画错了 好,就会画错了 那相关的这个物件锁点,我想后面我们会用到蛮多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地方的设置方式 那这个特别是我刚刚说是按右键 使用图示,请你怎么按右键把它打勾取消 那并且把隔线,有的时候习惯不要隔线 你把隔线取消掉 然后在正交跟期收标稍微切一下 切一下 再来物件锁点,按右键看一下 那些将来我们可能会用到点 有哪一些我等一下也会说明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我用一个范例 我们用这个范例好了,第一题 这个第一题的话呢,它要我们画什么呢? 画一个直径为70的一个圆 那你直径为70的圆要怎么画呢? 首先,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呢,请各位看一下 你游标放在这个上面不是一个圆 这个圆的地方,那你打指定cycle也可以 或者你打一个c也可以 不过我是建议各位,暂时可以忘记指定这一回事 暂时忘记没关系,因为上面都有嘛 那如果你要画一个圆 那画一个圆,如果你要画直径为70的一个圆的话 那它的半径是多少? 是35 那是35 所以呢,你就点一下圆 点下去之后的话,请各位注意一下下方 其实它就有点像是对话的模式 也就是你点了那个圆之后的话 它会有一些问题出来 就是点了圆之后,它可以讲说 请你指定中心点或这些个 所以呢,如果你看到这个问题 它就叫你什么?要一个中心 那中心点我就指定在任何一点上面 点下去之后 然后往什么呢? 往它的正方向,零度的正方向拉一下 如果我要刚好怎么样呢? 这个圆是70的直径的话 那我就输入它的半径为多少? 35 行李输入35 那35会在上面有个框框会出现嘛 35 接下来你就按什么?按Enter 这个圆就出来了 但是你会发现,老师为什么这个圆这么的小呢? 因为我们35的这个,它直径就是这么小 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怎么样呢? 让它放大 那怎么做呢?非常简单 请你善用滑鼠的滚轮 滑鼠的滚轮呢? 往前推 是怎么样呢? 放大 有没有看到? 往后拉是缩小 有没有? 往前 往后 另外呢? 你会想说 往前有时候 跑过头了怎么办呢? 请你注意一下 往前如果跑过头 对不对? 你可以再把滚轮的地方按住不要放 滚轮按下去 它会变成一只手 你可以怎么样呢? 平移过来 有没有? 一只手再往前推 按住呢? 再平移 有没有? 那往后拉 有没有?它就会在中间了 往前 往后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滚轮用法 另外呢? 如果你今天希望 它直接放到最大 而且刚好在正中央的话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滚轮 中间这个滚轮 请你快按两下 它就怎么样? 自动放到最大 而且刚好在中间 所以请各位呢? 练习一下 几个步骤 第一个请各位下面这地方 反正 使用图是点掉 第二个呢? 请各位画一个圆 用圆的地方 拖拉出一个35的半径的圆 然后呢 再练习往前 往后 按住标放 平移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按那个滚轮 中间两下 放大 这样OK 好 你看 对